來參與這場拳賽 開始了 也是 不能輸喔 好 剛開始這邊 哇 這個大拳 李律生這邊漂亮的閃躲 好 李律生這邊還是在身上的 上半身的這個搖閃 但是看得出來 刺拳進去了 尼克欣有在壓迫的感覺 他慢慢壓進去 他可能要漸漸的去利用他的一個 應該說體型優勢 因為他並全重 你加8公斤上去 那個砸下去力道還是差非常多 好 慢慢壓進來 那尼克欣這邊的這個拳套 是重了2盎司 他是用12盎司的拳套 那李律生是用10盎司的拳套 因為這個是要彌補這個體重的一個差距 哇 這邊漂亮的閃躲 李律生的搖閃 哇 幾個閃躲 李律生剛剛全部 散掉了 李律生是完全會空 只能說這個就是完全我在打 就平常跟律生訓練的時候的感覺 我從來摸不到他 完全摸不到他 他有一個鬼之閃躲的一個名號 所以鬼殺隊隊長不是開玩笑的 我們看一下到底是卡卡欣 好 現在李律生在第二回合開始 好像慢慢抓到節奏 就是那個 哇 這個反擊 突然那個速度的切換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尼克欣的呼吸有相對變得比較沉重一點點 因為他的攻勢相對來講是要慢下來了 有點少 應該是希望說看一下李律生 哇 這邊一個重擊 邊退邊打 李律生這邊就算被壓到 哇 這個漂亮的一個搖閃 有近距離的勾拳 打得很短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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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這邊非常精彩的一個神邊控制啊 完全揮不到 搖搖手說你沒有打到我 只要進入神邊 我相信尼克欣的經驗是很難對付律生 是 因為律生在神邊的經驗太多了 因為而且 通常大家都會覺得說壓到神邊是 對於他 在外面那個應該是有優勢 對 沒錯 反而 哇 這幾波操作恐怕會讓尼克欣 這個心理壓力會非常的大喔 會覺得 我怎麼打不到他 心裡會開始有點慌喔 因為律生平常在教我的時候 他只要在神邊 對方的攻擊意圖太明顯 所以他很好抓 律生這邊四拳做完之後 他會把他的右手 防住他的頭部再去做移動 抓了這個尼克欣進來的一個機會 我們看一下尼克欣的鼻子 這邊是不是有一點出血的狀況 應該是還沒出血 但是以這個節奏打起來的話 除非尼克欣是非常刻意保留體力 不然我認為後面 這邊一個反擊拳 有抓到機會了 稍微要等 李律生回來 他忙 哇 這個12 最後的5秒鐘的時間 給尼克欣抓到了一個節奏 慢慢壓進去了 那應該算是 真的 尼克欣在這個回合裡面 至少在後面那幾十秒 有打出一些東西來 剛好在一個短拳有打到的時候 幾個追擊真的是 抓得還不錯 那有沒有辦法延續到第三回合 谢谢大家